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的歌其实他们都说你写的歌都特别的bhbhbh低的很低高的很高 那能到台上的一定是已经驾驭得了的所以这点我倒是不担心 我倒是怕他们给我唱的好 首先最终信仰是就是我的歌曲里面 大家应该是印象最深最熟悉的一首歌 它也是那种低的很低高的很高的一个极致 所以我觉得它会比较有意思吧 就在节目上呈现 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的偶像是Michael Jackson 我青春回忆可能就是看她的MV 然后学她唱歌什么的 也是她的青春回忆 她也是我们俩都有共同的偶像 我看了特别仔细地看了 她眼睛太大了你知道吗 我们说我们群里我们自己沟通 我们说这屏幕我们电视也就65寸 你的眼睛占了50寸 因为一开始可能是因为第一部跟那么多的前辈合作 她多少我看得出来多少有点紧张 但是演着演着我就发现她就很有演技了 所以我相信在则天记里面她的演技也会一级一级 每级都增长 我想和你唱是一个节目形式 还是前所未闻非常新颖的一档节目 可以让很多的普通人 可以让粉丝去圆他们的梦想 是一个非常刺激 让人兴奋的一个过程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然后也希望有更多的 有才华的素人 可以上这个节目来挑战一下自己 好